關著時代很多思考跟行為都要改變 像現在已經是網路時代了 財經部會首長們 他們都加入了即時通訊的用戶行列 經管會主委曾明宗 十號更是啟用了臉書 吸引了三百多人按讚 而財政部長張盛禾 則是選擇用LINE來溝通 至於央行也打算要推出APP 要跟民眾溝通零距離 藍天白雲加上親切的笑臉 你沒看錯 經管會主委曾明宗 也加入了臉書的行列 還取了一個充滿失意的名字 叫金融交響樂章 主委完臉書當然也被立委注意到了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原地 能夠收集購計的意見 你要不要更通俗一點 對 比如說阿中臉書 歡迎你來 送夠了 各位報告叫阿中的非常多 叫阿中很多 對對對 因為阿中多花 阿中內線都有 藍英立委立刻按讚表示支持 不過看看主委的臉書 照片 照片 還是照片 也被立委吐槽 未免太自戀了 你的FB 剛開始一個開箱文 然後鋪了十張照片 然後沒有任何的政策內容 你又不是金城武 然後你鋪了十張照片 還叫人家給你按讚 跟委員報告 因為那是昨天晚上才開幕 那政策的部分 陸陸續續會透過這個平台 跟大家做溝通 立委也希望財政部 以及央行首長一同響應 但網友動作更快 早就替彭淮南成立粉絲團 還追蹤總裁各項施政 讓彭總裁看了受寵若驚 我個人是不打算開臉書 因為我很多LINE 尤其是記者朋友 他說他們最氣的是 看到我已讀又不回來 今天請我們的資訊室 跟委員會署長 研究 昨晚也要用APP來跟外面溝通 有人幫你開了個FB 你知道嗎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 我把它調出來給你看 這個粉絲專業還真有意思 叫做像神一樣的男人 央行總裁彭淮南粉絲團 不知道有這回事 然後你有什麼感受 你的反應好像很吃驚 然後不知所措 委員做中外洋的貨幣政策 我來揮答貨幣政策的題目 這樣比較好 為了貼近年輕族群 政府官員跟隨潮流 臉書LINE還是APP 什麼都玩 畢竟積極施政之外 及時宣導政策 了解民意也是不容忽視 郵件TV吳家梁立琳台北報導